奢侈税开征到今年6月1号就届满一年了 到底对于这个压抑台湾的标高的房价有没有效呢 我们来看这位艺人刚升格当妈的柯以柔 从08年开始她连续三年买房子 不管是自住投资都获利 今年她刚刚卖掉了一间在内湖的房子 她说近赚600万之外 她也成功避开了奢侈税 Hello 大家好 我是以柔 今天呢 欢迎大家来到我家 我最喜欢我家的呢 就是这一片非常宽敞的客厅 而且啊 我家的阳台呢 有一个神秘的后花园 对着中天镜头大方介绍自己的小窝 可以柔嫁座人亲 升格当妈已经快要6个月 在家要带小孩平常还要跑通告 上节目主持万物其长 可以柔开源节流 很有方法 像是我们家里的推车啊 或者是餐摇椅啊 其实都是人家送的 小孩用品全是二手货 投资理财早有方法 打从一人出道存满第一桶金 就开始投资股票基金 投资一年 柯以柔就跨入投资房地产 我比较喜欢找 就是类似像一层住户 稍微单纯一点的 然后约莫差不多 七八年的中股屋到15年以内 快狠准投资 价格永远买在最低点 只是奢侈税 去年开征今年借满一年 买卖转手三间房子的他 投资房产坚持准则 就是要以自住兼能投资为上上策 会以自住为考量 大部分 因为比如说买了三间 然后其实其中有两间都是因为自住 那比如说你像 你看我把内湖的卖掉 然后我现在是住在这 其实也是有点 类似像换屋的一个概念 投资股票能躲开金融风暴 买卖房产也能避开奢侈税 原因就是以自住考量 连续三年买房转售都获利 2008年可以柔八百万买下内湖国宅 今年1400万元出售就避开了两年内转手 必须缴纳10%到15的税金 还能净赚600万元 精明的柯以柔 2009年以400万元投资松山区小套房 也在奢侈税前600万顺利出售 2010年底砸下1300万元 买下细纸房子 评数大也能方便家人带小孩 一人兼顾母职 甚至投资房地产出名 柯以柔现在几乎是朋友间的房仲达人 投资股市不怕证锁税来袭 房产更不怕奢侈税 小孩越来越大 计划生第二胎的他 就算台湾万万税 也能精打细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